痞子英雄連續劇叫好叫做 電影版砸了3.5億 打算年底上映 只是宣傳才剛起步 現在就傳出真意話題 劇組叫來他當替身 去照杯身材曲線好的沒話說 一場陳奕涵裸露戲 雨婷收到通知 只要露出背部腰部 沒想到到了現場才發現 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我們就說他們就說 導演就是以現場狀況為主 所以可能比較需要你委屈一點點 我說這不是委屈 我委屈的問題啊 是你叫我露第三點 我就是沒有辦法接受 其實雨婷過去就曾經拍過不少 尺度大膽的替身戲 不過這一次幾乎超越了忍受極限 到最後是不開心的 是他們居然要我把那個前面 就是甚至於露毛 因為我連手下去摸自己的 那個腳我都摸得到我的那個 就是下體的毛 讓我覺得很害羞 露到臉一毛都差一點穿幫 其實雨婷不是不敬業 這一點一集娛樂可以幫忙證明 有沒有 有沒有 Lady Gaga的Style有沒有 那個帽子 那個虎褲 那個緊身衣 那個網襪有沒有 有沒有 一年前還曾經扮成Lady Gaga 上節目伴醜非常放得開 這一次傳出當電影替身露得太委屈 劇組表示拍攝裸露鏡頭前 其實早和雨婷做好溝通 對於替身投訴暫時不多做回應 一電視綜合報導 因為現在附近都不滅 趁機拍攝裸露